他曾经是机构项目策划人 主控操盘手 十多年的古海迪档 让他形成了一系列属于自己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方法 并在每天的实战操作中磨练和提升 他就是财富课堂系列节目 完胜股市主讲嘉宾吴迪 在这二十几的系列讲座中 吴迪将他多年的实战经验总结成二十大技术要点 深入浅出旁征博引 用实战案例带领您一起走向完胜股市之路 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收看财富课堂 今天第二十节讲的题目很新鲜 融资融卷与股市期货 这是国内证券市场 可以说是关于金融产品 就是新的原生品的一个创新 股市期货跟大家讲那是十倍 一般的大众商品那是十倍到二十倍 黄金现货 伦敦黄金现货 那是一百倍 就是越来越凶悍 关于融资融卷 融资融卷 这就涉及到一个融卷的做空 所以说咱们先谈做空 融卷做空 你没有这个证券 没有这个股票 你可以从营业部借来这个股票 做空 就这么个意思 融资大家就融 你可以融更多的钱 是吧 更多的钱来完了之后 做你仓中的股票 可以再做股票 这么意思 所以说关于放空这个问题 放空由于我做期货也多少年了 对放空都很熟悉了 而且对于我的理念和手法来说 放空只是一个反向操作 我原来的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一直撤咬 完了这次就变成了什么呢 破下轨 那个时候是卖出 原来持有的这只股票的卖出 现在呢 我现在没有这只股票 我可以融来这只股票放空 就这么意思 而且跟大家讲 一般来说 做空的个股 就是空头的个股 它的下跌的速度 要比上涨的要快 那为什么说 有很多的一些股票朋友 就是说你叫他去做期货的时候 他不敢做 因为更加凶悍 不仅仅就是四辆拨千金 因为他的手法凶悍 砸下来简直是你一笔一正砸下来了 这这么厉害 破上升趋势下轨 破上升趋势下轨就意味着下跌趋势的展开 那就不是跌一波了 那就不知道要跌多少波了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你期望你的二次摩顶没有准办 你期望他的反弹 没有怎么办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 你有股票就应该果断卖出 不要抱有幻想 如果你要想拥建做空 那这就是你的恰当的时候 而上升势头 就是说我放空的话 比如说我这只股票 沙克股份 我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尽量不要做空 因为他上涨 这个回调 大形态 有的时候他不下调 有的时候就平台 你说你在这放空 完了你打不出放空的差价 是吧 你跌也跌 你就跌一点 你也赚不出来多少 去了手续费 是吧 有杠杆作用 有些什么 这些手续费一定就高一些 是吧 你打不出来 赚不了什么钱 所以说 股指期货 就是不是股指期货 就是说你这个炒期货 一定首要是方向性的选择 就方向是第一位的 以后你方向选准了 你得从事其中的操作 所以说 你这个容卷 一定要 一定要形成了下跌的趋势了 你再可以什么 你再可以做空 是吧 比如双头成立了 比如上升趋势下跪破了 你早一点放空 是吧 放空放空放空 是吧 你不能等到 跌跌跌了一个不断尾声了 就像追高你一样 你再放空 放空它面临着反弹了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下跌尽量不要强反弹一样 下跌尽量不要强反弹 因为反弹的力度有的很弱 也许没有 解的就砸下去了 这是正常来 正常来做 所以说 你容卷 你做空的时候 你做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你如果再做空 在破关键点位的时候 开始放空 起涨买点三加一 变盘向上是买进 变盘向下是你放空的 做空的开始 放空 那叫起跌三加一 是不是 你要这么开 你一定要这么样 开跌的时候 开始放空 就是这就决定了 它要形成下降趋势 这个时候你才做 在考虑要什么 要容卷做空 在上上的时候 不要做 大家不要做 你像我 你像别说做这个 你就做黄金期货 那是一比一百倍的话 你说那差大了 那要命了 你就给你一反向就完了 是吧 所以说把这个讲清楚 讲明白 基于一点是 股指就是说 容卷做空 一定要基于下降趋势 不能在上圣趋势做 上圣趋势 就是你短线高手 你也赚不了什么钱 而且做期货 无论是做大宗商品的期货 无论是做黄金商品 那个时候就是定力 那跟做股票 不可同日而言 不可同日而言 就杠杆作用 你这个做多 你就是一比一 你就再赔 给你跌了五个跌听板 你还有百分之五十 是吧 你这个呢 跌一个跌听板 你就爆仓了 就是说基于下降趋势 来永绝做空 你就双头一做 双头 那这双头 双头一做 上层趋势下跪一破 你就开始放空了 但是这个是个放空点 另外一个平时呢 就更多 当然了 这个大头吧 就像草底一样 一年没有几次 更多的操作 就包括更多的上涨的操作 和放空的操作 都不 都好吗 都分布在弱干个中继形态上 我上涨的时候 完了之后 回调买进 回调买进 你放空的也是这样 也是 你下跌了 反向的五万石 又砸下来了 反向的大平台 又下来了 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个点位呢 你要是说放空的 拨栓操作 拨栓的拨栓操作 这就是提涨 卖点三加一了 是不是 你这个五万石 一破位的时候 下破五万石形态 放空 放空就给你一个拨栓出来了 那是有杠杆作用的 转不少的 下破一个大形态 就放出 平台 是吧 这是下降趋势的平台 它没有反弹 又下跌 你一破位的时候 你不要在这里买进 不要 就像你买这个 七涨三加一 不要在平台里边买进 你要等到它破位的时候 你再买进 是吧 平台 破位 卖出 又有个下降波段 你这时再不要 再不要放空了 你这时在平台里边 就不要放空了 下次再破位的时候 恶再说 这就综合起来说呢 完了之后有双头 有上破了 上破趋势下跪 这是放空的开始 可以进入到我做空的这个阶段 具体我做的时候 当然是破双头坐 破位或者上次去下跪 就开始坐 但是这样的机会很少 更多的是分布在这些下降的中继形态上的破位下行 一破位下行 就放空 一放空 一个波段 你等待这个波段 五日均线 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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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避的再避不下去了 开始走平 你一卖 完了 这叫做空的波段结束 当然我不大建议 不大建议说 一个趋势都放空 这有的反弹也不小 你可以常看中作 就是我放眼一个趋势 但是我截取的一个波段操作 你波段整理的 我就调整了 我就出来 我再起来 我再拿上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 你不要在这里等待 你说我放空做一个长线 完了 这很长时间 你在这里边成天 也不给你获利 你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关于永眷做空 我大致就讲到这里 因为股指期货还要讲 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大宗商品的期货 大家一看到期货 这不跟股票一样吗 是不是 这不照样有平台吗 照样是五万十吗 照样有回调呢 这不跟炒股票一样 对 一点不假 都是这些不断地在重复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人参与的市场 人性使人 都要这么做 那就好了 你懂了我这些东西 你就炒股指期货 就应该不成问题了 刚才是铜 七月合约 现在是棉花 五月合约 稍长整理 完了一上了平台 平台完了之后五万十 完了之后又平台 完了又空中的一个箱体 是吧 空中的一个横式趋势又上了 完了到大头了 头部箱体一破下来 上升趋势下轨一破 走下降趋势了 走这么一个下降趋势 你做期货 做期货 短线用三十分钟 你就看 那是两笔 你的想获利的空间 你用三十分钟线也做 三十分钟线也一样 五万十 回调 平台 你再同样讲棉花 棉花刚才是三十分钟线 这是棉花的五分钟线 五万十 多漂亮 涨涨涨 往最后冲刺一个波段的一个上升趋势的完结 一个头肩底 完了之后一个大箱体的突破 又上来一个强势股的操作 这是昨天的伦敦军的现货走势 你看这分时走势 你要看分时走势 你要看分时走势买卖你累了 你不知道哪是高哪是低 过后了 马后炮 你说哪是低哪是低 但是走势数 你分时走势线 你做不了了 当然有横盘也行 能盘住就能上涨 你看更多的分时走势线 平台上涨了五万十 五万十了回调 是不是 完了之后盘整 下破 上升趋势 完了之后头肩底上涨 完了回调 这一上涨 大的平台 漏了 下破了 又下降趋势 这跟股市走的完全一样 我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下 股指期货的模拟 模拟操盘 模拟操盘的日线 这是涨了 股市期货出来消息的 这是股市期货有50万的 50万的限额 完了之后 这股市期货就不动了 就这么小幅波动了 就是能挡住了很多的中小投资者 进入不了股市期货的炒作 但是再看看前面 正规的时候 照常平台平台 五万十上来 五万十上来 那跟股票走势一样 到时候 你们做股指期货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照我同样的说法 来做 你如果在K线上做波段 你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做超短线 这也是一样 一个上证趋势 一个上证趋势 这是分时走势的15分钟线 大家看到 上证趋势 回调 回调 完了五万十 完了平台 上大型台一个也没少 是不是 你做短线完全可以在日线里边的五分钟线 今天当天T加零 到此 如果无敌主奖的 这个完胜股市 股票操作的系列讲座 就全部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这个二十集的这个系列讲座中 能从中有所收获 增强的对股市运作的理解 对股价走势客观规律的把握 再次的感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的收看 为了方便大家